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7月份的影片好多人在問我 我終於生出來了 因為7月份時 但是太忙碌了 太多事情 孩子們都在家 所以我為媽媽們 設計了一道可以讓孩子們 自己動手做的果凍料理 這是大人版的很漂亮 你可以做得很漂亮 也可以做得很可愛 首先呢 帶大家認識一下 我們合作社的蒟蒻焦凍粉 焦凍粉呢 它本身已經有 添加砂糖跟葡萄糖在裡面 因為為了要防止蒟蒻粉的結塊 我設計有茶凍 用我們的小葉種紅茶包來做 然後還有我們的玫瑰花茶 玫瑰花多分含量比較多 所以茶湯的顏色變化會很多 不要用太高溫的水去沖泡它 看這顏色很漂亮 然後再跟大家介紹一下香萌原汁 像現在夏天啊 我都會香萌原汁對開水 然後冰在冰箱 這個是台灣的原生種香萌 我去我朋友在系頂的有名堂茶園 他給我的 這裡看到還有用了鳳梨跟火龍果 關西農會的吉隆仙草 這個很好用 它可以做仙草茶 仙草凍 仙草冰 還有冬天的燒仙草 盒子旁邊都會告訴你要怎麼做 首先呢 我帶大家來看一下 蒟蒻焦凍粉怎麼做 它呢 是你水煮滾之後 熄火 然後再把粉倒下來 然後把它攪拌均勻之後 再開火再煮一次 看畫面中怎樣 我攪拌均勻沒有殘粉了 我就再打開爐火 再讓它再滾一次 滾了之後我就熄火了 然後把它攪拌 你可以看到那個 它越來越割 就是越來越像洞會凝結的樣子 在這裡我抓的比例是 100克的蒟蒻焦凍粉 我用了500ml的水 我是這樣做 大家可以記得我這個比例 我測試了兩次 我覺得這樣的比例 再搭配比如說仙草凍啊 玫瑰花茶茶凍之類的 我覺得這樣的比例會剛剛好 其實蒟蒻焦凍粉 我沒有在研究這一個做法之前 其實我煮的方式不是這樣 然後我每次都覺得很麻煩 我這次終於很認真的看了 使用說明書 然後我去找出那個比例來 所以都交給大家囉 你可以用很可愛的模型 或者是很可愛的杯子來做 如果你用水果的話 你就是把水果打成果汁 可以打得很細 然後或者是可以留一點果粒在裡面 都沒有關係 我覺得這個焦凍粉很可愛 對就很透明的樣子 有跟大家講了 我們的焦凍粉會加砂糖跟葡萄糖 是因為為了要防止蒟蒻粉結塊 所以必須加 如果你很介意這個糖的話呢 你就可以用隔浴金粉 或者是蓮藕粉 這邊看到水果 你就把它打成果汁 可以不要打得太細 讓有一點果粒留在裡面 但是要特別注意的是 像火龍果我做失敗兩次 不夠濃稠 要扮像畫面中那樣才會成功 然後這是茶凍 用我們的小葉種紅茶泡的 茶凍我還加了香檬原汁 因為在這種夏天 我真的非常喜歡香檬原汁 可以補充非常豐富的維他命C 像這樣子喔 我都有特別拍出那個膠狀給大家看 這個玫瑰花茶凍真的很漂亮 大人版的 非常美 平常泡玫瑰花茶的時候 記得水溫不要太高 然後你可以對鮮奶 或者是對咖啡 對果汁都可以 像我是直接就把它揉一揉 然後放在冷水湖裡面冰冰香 那我隔天就會有很香 然後也很好喝甜甜的玫瑰花茶 看這樣子 這是大人版的 很漂亮也可以把它試著做成兩層 第一層倒完之後 等它呈現有一點點膠狀 你再倒第二層 暑假的時候 就是要帶著孩子一起動手做 讓孩子很忙 跟著媽媽一起忙 不能總是只有媽媽忙 大家了解齁 好囉 這是我們7月暑假的作業囉 我是曼妮 我們下次見 掰掰